大家好,我是凌姐 今天我妈过二期 我现在到我们这个镇上来 赶了一下急 来得有点晚 早上跟我爸到饭吃完以后 我们邻居那边 一个老人不在了 我又买了一个花圈送过去 现在才到机上来 现在来得有点晚了 我能买一点现锅 然后买点水果 等会给我妈去烧纸 今天我妈过二期了 好了,现在我们准备回去了 我们从机上回来了 现在我们做下午饭了 吃完饭今天给我妈烧气 等会到我妈墓地上去 这几天都是我侄女陪着我一块做饭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我侄女给我做饭 我们两个人一块陪着我爸 这都是 这都是 像个人一块鱼 Aqu sits 每个人 一塊水果 Ao君如愿 白蒜 白蒜 雞蛋 白蒜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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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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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以前这饭都是我妈烧锅 今天我侄女给烧锅了 每次做饭的时候都想到我妈 以前我每次做饭的时候都是我妈在跟烧锅 走到哪都是我妈的身影 时间过得太快了 我妈今天已经离开我们14天了 今天在我们的风食习惯 今天已经过二期了 所以我们吃完下午饭 都会要到我妈墓地上去给我妈烧籽 祭拜一下我妈 如果我妈在多火上几年多好 我就可以多赔上他 我大侄子在给我爸看我妈的视频 今天我小妈和我小爸也回来了 饭做好了 我们现在吃饭了 我大侄子让我把我妈的视频转发给她 她想她奶奶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吃完饭了 要到我妈的墓地去给我妈烧籽 我爸也要到山上来看一下我妈 所以我大侄子把我爸背着 山太陡了 我这大侄子还有我侄女 她们都特别的孝顺 每次回来给她爷爷奶奶们干活 都是抢着干 这一段时间刚好我大侄子在家休假 前段时间我妈住院的时候 就是我大侄子陪我在医院照顾我妈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我妈的墓地 后面祭拜我妈的视频就不方便拍摄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吧 我们下期再见